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除了我们510仇军之外 除了我们每年囚钱之外 我们有什么方式可以给人家知道 我们华人对加拿大也受一个贡献 所以在2009年以后 我们成立了一个金属性资金会 就是以后来说 就是在房页协会里面来说 每一年我们华人在金属性基金会 抽到的钱来说 他们都放在一个捐赠基金里面 是几年资料华人对加拿大房页社会的贡献 所以在每一年里面来说 我们都会这样做 而这个金属性基金会 也会继续每一年举办 加拿大的金属性辞职 就是从这个款项来说 就放在这个捐赠基金里面 我们希望继往将来 将来几十年之后 仍然继续有华人 或是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做这一方面的工作 我们不单止是对加拿大的贡献 也都希望对加拿大的贡献 这一方面来说是贡献给整个世界 多谢各位 这是一个独立的基金会 还是说这个基金会 是浪费在Cancer Society的基金 和运作管理是哪一方面的 没错 其实所有的运作 全部都是属于加拿大房页协会的 其实在里面来说 大家可能都会有点混硬了 其实在2009年之前 金水仙慈善晚宴是 遞属于加拿大房页协会 我们即是一班乙工 在一个Community中 属于加拿大房页协会 到2009年之后 加拿大房页协会 觉得我们这班朋友的热食 也觉得在里面来说 也真的值得我们要续派 为了能够加上这班华人社区里面 对加拿大房页协会的贡献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 金水仙基金会 是一个非贸易的慈善组织 而所有的款项 直接交给房页协会 是经过核数师来合准的 是否会有关于这个方式 你得的肯定是非常控制 多谢Robert的问题 他没有讲过很多 关于这方面的题目 其实也 中国人其实有几种癌症 都相当普遍的 大家都知道肝癌 肝癌也是影响得上不大 最大的原因 都是肝癌大菌症 我们中国人都相当多 现在我们做得相当好 现在新移民过来 我们一定与他炎了本身没有带菌症 坏症的妈妈看他本身会否有带菌症 如果是的话 那孩子出生时已经与他打丁净球蛋白 同样的带预防针等 我希望可以在新一代 不再有预言肝炎带菌症这个无病 而且现在发明了很多新的药 可以医治这个绝型肝炎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肝炎是相一致普遍的 全世界最多人患的癌症仍然是肺癌 中国人亦是身受其害之一 这个当然很明显跟食烟有关系 跟这个环境染污都很大的关系 但现在世界很多地方都都都环境污染了 我们祖国都都污染得很紧要 希望这个可以慢慢改善 另外一个癌症我们都挺普遍的 尤其是中国人是鼻子癌 鼻子癌其实是广东癌症 大部分的鼻子癌患者都是广东人来的 很多原因 地理上的环境、遗传的因素 以前可能是食谈衣食有影响 但这个不敢说百分之百有关系 其实跟其中一种病毒系的关系 EB 疫苗是很大的关系 腸癌现在越来越普遍 在中国人都不少 尤其是移民来西方国家的 这个患上大腸癌的机会大多了 这个是生活的改变 尤其是饮食的改变 都是很大的关系 大致上这几种都是最普遍的 乙癌无法治 乙癌女性之中是多的 男性来说 纤乙性癌亦都是越来越多的 这个是普遍性的 就不只是针对了中国人